如果在探訪時有人說 家裡因為有病有齡勢的情況 如果神愛我們為何有這些事情發生 第一,我們先感受到祂的辛苦 第一回應就是知道祂的辛苦 照顧家人的辛苦 在心裏擔心、掛心 好像覺得神的幫助很軟 感受祂的心裏的困難和感覺 我們可以認同 家人有病 心裏很擔心的人有煩惱 這是先回應祂的感受 而祂有這些困難 理論上的答案就是 人都是一定有病有老有死的 問題是如何回應祂呢? 這真是每一個人不同 看祂的情況 看祂屬靈的情況 祂跟神的關係如何? 祂深不相信神的愛? 祂根本沒有聽過神的愛? 祂經歷神有多少? 根據這些的 祂有經歷聖靈的 不過祂這陣子很低層 祂覺得神好像愛不到 有時候我會附導一些人 祂就很煩 我第一件事先不要跟祂說理論 我先向祂祈禱 不如讓神安慰你 讓祂先舒服 那時候跟祂說理論 沒有大用 祂祈禱鬆了 耶穌正在愛你 耶穌正在愛你 耶穌正在幫你 耶穌正在幫你 耶穌正在一起 即使一個人沒有經歷聖靈 我們都可以說 神真的會幫我們 聖經有講到 祂會把神的愛 你囂灌在我們心裡 說真的會安慰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是真的可以經歷到 我也經歷到神很大的安慰 那你想我為你祈禱 讓你的心得安慰先 我想用祈禱 在這樣的情況下 用祈禱幫他經歷先 比較好 而我鼓勵大家 用靈性的祈禱 簡單一點 主耶穌知道祂的需要 耶穌很安慰 心很相信神的愛 耶穌知道我們的需要 耶穌陪著我們 耶穌現在就在這裡 耶穌正在跟我們一起 主耶穌感謝祢 因為祢陪陪我們 你知道我們的痛苦 知道我們的困難 我這個祈禱 我加上一種認同感 我認同它的困難 但是那個說話 都是一種關係式 就不是說 神下你安慰他的心 神下拿走他的煩惱 神下醫治他的心 幫助他的家人快點好回來 即不是一種誤性的祈禱 是一個心靈 感受神的恩免那種的祈禱 去到這個情況下 我家人有病有老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回應 你可以說 我都想不病不老 這個很簡單的回答 我都想不病不老 不過我都避免不到 你覺得是否神愛我們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方法 不過有些情況 我相信如果幾十歲 大家都沒有困難接受 不過是有時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 年輕人 他就比較難接受 這個時候 這個真是要智慧的說話 智慧的言語 我們都說 我知道 即是說 你個子女這麼年輕 就有病 你的心都覺得很傷心 其實神關心我們 神知道 我和你祈禱這麼舒服 都可以和祈禱神的平安寧 所以神不能到他身上 神都可以叫他輕散 但最終我們都讓他知道 人有痛苦不是神給我們 是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全人有病 有病 有死 而老死 病和死 有些不是老的 有些出生都有 有些年輕的都有 這是可惜的情況 但是神就為了救我們 所以差異耶穌救我們 而當我們有神的同在 是可以幫人 更加輕鬆 輕鬆呢 保持健康更長 更加有力量 做人更加開心 這都是神的愛 神的愛不能夠 即是有困難 不代表神不愛 神不能夠把這些困難拿走 這個世界困難總會存在 因為人類罪 所以總有困難 並不是代表神愛 這個理論上去解答他 我們有困難 但是神就在困難之中 會幫我們 所以在這個時候 幫著耶穌 親近耶穌 那你教他怎麼祈禱呢 神在愛著我們的 如果純粹想經歷性 就是多謝天父你愛著我們 耶穌 多謝你阿爸父 我感謝你 你就跟我們一起 你陪著我們 祝福我們 你安慰我們的心 感謝耶穌 阿尼多人 就是 那種祈禱呢 是讓人感受到 你是跟神交往的 但這方面是祝福著他 是跟神交往著的 就不是一種求求求神 求你治好他的病 你聽他說話的口吻 和聲音都可以看到他 是用心靈的連結 因為只是求一些事情發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